部長接敵器 部長接敵器 出來接敵器 120輛百萬日系車包圍交通部 要向部長表達心聲 我希望加隆部長 他既然上任了 說要他接敵器 那就請好好正視一下 你下面的次長 吳偉與不偉 為何在國內的多次 車輛瑕疵次線 都沒有主動進行安全調查 林加隆才上任第六天 就被160個人點名 也讓他成為蘇貞昌內閣 第一個被抗議的部會首長 這些車主陸續從前年發現 車輛引擎有問題 大多是引擎過熱或突然降速 雖然去年車廠更新照修 但卻沒有改善 目前全台有超過 1.1萬輛同款車 就出去前會先檢查引擎 就是確認水箱的水 有沒有滿意 周先生常載著老婆小孩 一家四口 但每次上路 就讓他膽戰心驚 就連九歲的兒子 也知道車子有問題 爸爸就說有點 引擎的聲音有點怪怪的 會怕 就是很緊張 就在路上突然間就不會動這樣 他沒辦法再加油 然後那時候就很緊張 趕快打方向等 然後趕快靠路邊 不只周先生每天開車很害怕 證明許先生開在系武南下路段 車輛先發出怪聲音 接著失速 害他一路危險滑行 車主包圍交通部 希望部長林佳龍 能真的坐到接地氣 但最後只由調查小組政務委員出面 揭下陳情書 車主不滿表示 要是三月底交通部沒有正式回應 就會再度走上街頭 記得之前走到洪俊瑋 SNG小組台北報導